大家好,这一期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主要说的拧拉技术反手 那这技术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在 尽量是在呢,会反手的拨条啊 翻条啊,这些比较成熟了以后 才开始练习拧拉 那么这个拧拉呢,也是 跟这个要有反手拉的基础 比较合的基础 因为它对摩擦的掌控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拧拉的这个技术呢 首先是肿关节非常重要 我们正常拉的时候 肿可以在这添一点身体 那么拧拉的时候呢 相对肿要向前撑 这第一段 向前撑的这个 效果是要达到的 球拍跟球的距离加长 因为我们在台面呢 没办法用腰和身体去加长接触球之前的距离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肘去撑 这是一个肘 我们平方球的所有技术 基本都是轴心的 轴心中的呢 那我们第一个 轴心呢 拧拉呢 是在人身体的右半边 右半边就是你按 我这个胯是第一个轴心 轴心是在这边 因为拧拉以我们右手为主的人 右手持开打球的都是上右脚 基本上反手位中间位 包括正手位滑步上脚的时候 也是上右脚去拧拉 所以右腿作为我们第一个轴心 第二个轴心就是走 走的方向非常重要 我们打球的时候啊 不管是哪个技术 特别是在拧拉的时候 走尽量少有晃动的感觉 一定要撑住感觉 撑住这样的方便于 我整个出手的用力方向 要相对一致 你走一晃的话 它出手的用力方向会变 所以影响求了命中的力 那么第三个轴心呢 就是手腕 我们手腕要相对要打开 开头要撤开 因为拧拉的大部分 我们用的是手腕上的摩擦 摩擦的感觉 那么接住球手指 当然手指的条件也很重要 一开始呢 我们练的时候要拧拉 不要拧冲 总是想去发力 不要发力 我们看一下 先吃住球 摩擦住 让球在球拍上 待着时间长一点 站着 站着时间长一点 先不要太加力 主要是控制球的弧线 来薄一点 没薄一点 对 控制球的弧线 那我们整个呢 用力方向的 我们接触球 是拉球的正中为止 那在手腕制造弧线以后呢 要向侧展的动作 拍头要稍微向侧架 那你向前的话 是完全就是拖的 那反手想用好 我以前讲过 都是 向前制造弧线要向侧 一定要赶向侧去用力 去摩擦球 注意我的肘 肘的支撑 接触球的摩擦 但是一开始越薄越好 先拉住 先拉住 我们需要注意的 重心的根 根重心 我们以前讲过 从盘面上的 白短啊 加长的搓球 包括条都一样 那么你拉的时候 重心就更重要 第一个重心在右边 第二这个球 我在手手拧完 拉住之前 一定不能先撤腿 有很多人拉的时候 一粘球人就走 容易后仰 一粘就后仰 这样子球 球拍的接触球 接触不实 拉不住球 那我们接触球以后 重心一定要跟住 再下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来 跟住 再下 重心完整 再下 一定不能一粘它就走 这球不行 拉不住全转 来跟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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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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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用这个球大部分是在接发球上 特别是对一些转不转侧上 除了死转的时候 这个球应该我们正常都可以去拧起来 但是大家练的这个技术 也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打法 那我们的拧拉的技术 主要是针对相持球相对比较好的人 他这个作为接发球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自身发完球 对方摆短出现一些高啊 或者不转的球 我主动拧起来形成相持 当然对专业动员非常比较重要的这个技术 对一些业余的这个胆 这个爱好者 或者是打球喜欢比较球的这个 这个技术不一定说一定适合你 因为如果我后面相持不好 那你主动形成上旋就没有意义了 你还不如回摆将取 从下缘当中 别人摆长了 我主动拉他的一拳 也挺好 效果肯定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对相持好的人 应拉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定要注意吃着肉球 重心到吃肉球 吃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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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球呢是一个基础 那我们拉到后面的 如果感觉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拉一拉线 两条线 那拧拉的最后的目的 就是为了第一板球把球穿的 两条线穿长 让别人很难防 对吧 这个地方 那同样你如果拧拉的话 这球拉的比较短 那对方从发球来说你拧起来 对方去撕你这一下 那你拧拉就达不到任何效果 因为它是一个争取主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那最后注意的就是我们上转的问题 步法 那我们这个拧拉的步法呢 大部分都应该是划不出去了 拧完以后呢 还原还是两条电路 那是我们换为是在这一块 如果到正手位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划加电 是两个步法 那你对球的提前的判断 就比较重要 那这位呢 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拧拉 我们这个出手 球的这个跟身体的位置 一定是在正中 我们拧拉的球 不能在球里面 这个位置 我们就让同样的位置 在身体中间拉的压住 不管是哪个位置 比如这边一样 我们要通到身体中间 正对的球 是出手 如果在侧面去拉的话 这时候腰部这个轴型 就用不出来了 这个一点是推定的 对 对